OK,嘿,我是阿黑,今天呢,我来做一个长枪的教学 可以说我玩这把武器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啦 所以呢,我自己也是有很多心得 可以跟你们来分享的 那首先我来从他的这个符文来开始说 长枪的这个符文呢,我还是建议先带这个 碎石之枪 这个符文呢,在你的赛季等级30等的时候呢 就可以解锁了 那么这个符文呢,就是你开了大招之后呢 你可以增加一个12%的破甲值 我个人觉得啦,这个他给的伤害还是蛮多的 所以呢,比起这个乱武之枪呢,来得更实用一点啦 那么这个乱武之枪呢,它可以减少你大招的冷却时间5秒嘛 如果你的大招是带这个寒龙追命的话 你就可以带这个乱武之枪 然后呢,你的玩法会是玩力量,然后切割伤害 呃,我自己虽然是没有玩过啦 但是我看到有其他人这样子玩,他们说也是蛮强的 不过这个还是要看个人的打法啦 我自己的打法呢,我是玩体质 现在我目前的生命在32500 好,头的符文呢,我会带暴击值 那么这个暴击值呢,在这个赛季它虽然虚弱了啦 但是呢,我觉得长枪触发暴击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蛮赚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符文这样子配合的话还蛮好的 因为它有体质啊,然后有技巧还有暴击值 呃,接下来到这个身体的符文 我是带这个增加生命值,还有这个防御提升 然后就是技巧坚韧嘛 脚的符文的话呢,我会带这个爆炸可以在移动中使用 这个呢,配合长枪的第三个Q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等一下我会,呃,就是给你们看 呃,其实带这个破甲值也是可以 如果你们比较习惯战争回血的话 最后一个手的符文呢,我是带这个造成伤害增加3% 我觉得这个符文呢非常的强 好,那么属性的话呢,我就点全体质 因为中甲的话,你要玩坦的话 全体质是最好的 好,这个大招的话,我会选择带昌龙冠海 我觉得现在的长枪都建议人家带这个昌龙冠海啦 因为呢,它的这个控制时间非常的长 而且敌人他们不能格挡,它的伤害也非常高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起这个寒龙追命的话会好很多啦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实战看吧 OK,在开始之前呢,我会先来说一下一些设定的东西 我玩长枪呢,我会把这个翻滚呢,跟这个跑呢,两个剑兑换 因为玩长枪呢,你会很多时候用到这个翻滚的动作 所以呢,我建议把这个翻滚放在shift那里 好,这里还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长枪呢,你在Q下码的时候呢,如果你按翻滚 如果你的手速够快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取消这个翻滚的动作的 就比如像这样子,看到没有 你一下来的那个瞬间呢,你就可以做其他事情了 就比如说,用你的Q啊,或者是大招之类的 甚至呢,如果你的手速比较快的话呢,你是可以直接翻滚,然后用气血的 就像这样子,看到没有 就是他减少了一个翻滚的动作 为什么就只有我跟一对 跟一个人而已 看到老人的话,尽量不要去打吧 因为不知道 他们冲锋有没有在CD 现在对面压过来了,我们做不到什么东西 QQE 我们没有E到他,所以 可以再用多一次QQE 如果这E中的话,他就死了 可以像这样子,然后我们走过去R他 2,3,再接两个R他就死了 我们可以下去了 OK,这局对哦,不知道为什么放了AB点 B点,B点,他们也不进去 哦对了,当你们看有马冲向你们的时候,直接接大招 再接Q OK 你的大招呢,是可以抵挡这个萨克森的冲锋的 奇怪 我试下来守一下吧 我们交E,这E没有中 QQ 滚一下再Q 滚一下 辣招 接 再接E QQ 我们现在只可以在这里守一下,我就是等队友过来 奇怪,为什么队友不过来 这场呢,队友直接放了AB还有大本 干 我只想录一个普通的工程 好,我们来到下一局了 刚刚我说到长枪的大招停止 萨克森的冲锋嘛 就是呢,当你看到对面的马向你冲过来的时候 长枪呢,是可以停止出了波兰E的马兵的冲锋 OK 具体的操作就是当你看到骑兵冲向你的时候 就直接 大招他们,然后再接一个Q OK 这个Q他会转三下 所以呢,他每转一下他都会控制 呃,对面的骑兵 所以对面的骑兵呢,你会看到他们会跳三次 但是你还是要看呃,这个对面骑兵的这个阵型啦 如果他们是一排的话呢,你就是大招接一嘛 OK,你可以停止一排的这个骑兵 但如果你看他们是比较拥挤的话呢 哇,谁的兵这么可怜 哇靠 如果你看他们是比较拥挤的话 你就直接大招接Q OK 这个我不知道我说了没有 呃,这个长枪的Q技能呢 在你跳下来的时候他是不会扣血的 就是说你,呃,高速跳嘛 就是你跳下去的时候呢 你接一个Q OK 你的马和你的人呢 是不会扣血的 不管多高的话都是一样 所以你队我没有要守,所以先让个比点 刚刚那个大招接一是一个蛮不错的消耗技能 就是我放了我的大招之后呢 我接一个E 就是可以直接出来 比较安全啊 因为长枪的这个大招 他的CD很快而已嘛 所以呢,你就可以善用 刚刚那个 这叫什么东西啊 他要开大招,我断了他的东西 诶,这个在干什么 然后他死了 他直接大招接Q想要破阵 但是他太年轻了 OK 这里没有什么事了 这个长枪我打了一个赛季之后啊 我发现有几个 combo很好用的 第一个就是 RQE嘛 RQE 另外一个呢 就是QQE QQE也是不错 因为QQE他第一个Q可以增加你的这个抗性嘛 滚一下,然后大招接一个E 你的第一个Q它有这个什么 伤害减免30%啊 所以在不管在你 打冰团还是打什么的时候 因为我是玩体质嘛 所以 我的生命很高的情况下 我又有一个伤害减免 这个 这个给长枪超级超级弹的 所以Q 然后第二个Q可以增加你的破甲值 所以就是等于说增加你的伤害了 所以一个增加坛一个增加伤害 然后你再 呃配合你的E 这个真的是 怪为什么他们这样 我来守一下这点先 这有过铁人 对 对 只是 港宁 looking at 都考虑机 听声 请 优优独播剧场 musical 这里消耗一下对面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 连招呢就是 两个普攻接两个凹 这个太刀要不要过来 这里 接1 这1没有中 再跟两个太刀打 我们Q走 AQQE 那个大招 奇怪为什么没有队友啊 为什么我杀了一个人啊 我们大招接1 QQ滚Q拉一下 然后加一速走掉 为什么我杀了一个人啊 为什么我60只兵啊 为什么我60只兵啊 我都冲进去 我们QQE 打冰框的话我喜欢用QQE 这里有打架 我们AQQ 他们死完了 这里我们拿斧头丢一下他们 这里再用一个V 我觉得我要把这兵送死了 丢个斧头过去 叫回来 哇这个伤害 Q 我们大招接Q吧 打一下这些马罗再Q回来 这些兵家就送死了 OK 这个长枪呢 比如说这个是 这个屋子是对面的兵团好了 然后你 想要去 消耗这个兵团但是你又不想进去里面吧 你可以这样子 1 1 然后再接大招 再退后 再接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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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连续 E6下 然后再Q出来 这个 这个情况呢 多数会用在 对面在上攻城塔的时候 或者是你要 冲攻城塔出去的时候 然后对面就是挤在一起嘛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一直去 戳 戳对面的兵 冲啊 OK 你看 E E 然后大招 我再接E 再接两个E 再接E 再Q出来 我好像 按到第3个E了 没有关系 我们outQE 他直接 不要冲锋不要冲锋不要冲锋 不要冲锋 我觉得我的 命不久矣 我们试一下去 打这个短攻 走去他的后面 走不过去就算了吧 这个太刀就算了吧 我们的命不是很多 OK 你刚刚看我打这个短攻 有一个细节啊 就是 我是走过去 普攻他一下 在RQE 因为 这个长枪的普攻 他有 增加你的这个 伤害嘛 那具体我好像是多少 3%的一个伤害 对不对 所以你普攻之后 接的伤害呢 都会高很多 OK 哇 这场 边讲边打 一刹百多个 好那我先在这里结束这一期的影片好了 今天还给大家蛮多干货的 希望大家帮我这个影片点赞 好不好 好了 希望的话 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非常感谢你们收看 那我是H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